嗯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好 大家好 我是美食圈里千千 現在呢 在日本的新宿準備要吃 號稱紐約第一名的漢堡 在這兒 亞洲的第一間分店好像就是開在日本 叫Shake Shake 不知道味道到底怎麼樣 Go 不要吃… Single 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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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懂英文就煩惱了 研究菜太研究很久 來了 我總共點了四個寶一個起司薯條跟香草奶提 以及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的東西 欸 這英文不好真的是沉沉困擾 其實我覺得他們寶非常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我過去拿 它的樣子就超漂亮的 你看 生菜跟番茄跟起司擺得超美的 但我不知道哪個是哪個 好 我們先來吃 先來吃起司薯條好了 因為我覺得它快冷掉了 你看這個 哇 這個 它的薯條是波浪薯條 所以你在吃起來的時候它比較會有口感 然後是馬鈴薯再加上起司超白大 超濃郁的 天啊 這個熱量 欸 快點 熱一下 我們旁邊還有人 超濃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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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質會超濃郁的 先來喝一下奶昔 喝起來跟麥當勞的奶昔很像欸 以前麥當勞的奶昔 因為現在麥當勞沒有奶昔 然後我其實有看網路的實際說 它的奶昔非常難吸起來 我覺得 沒有啊 它很好吸欸 對不對 麥當勞 你是不是覺得 我想說跟旁邊聊天 大家才會理解為什麼食物會消失 這個我覺得它應該是芝麻欸 嗯 芝麻冰炫風 味道一模一樣 它是芝麻冰炫風然後比較水狀的 我們之所以會點這一個呢 是因為它上面寫說是日本的限定 所以才點點看的 沒想到日本的限定居然是芝麻口味 超妙的 興奮 先來吃哪一個咧 先來吃這一個好了 這個味道比較複雜 這一個 天啊 每個 先吃哪一個呢 點點點 好 先吃這一個 剛好我剛剛第一個拿的也是它 哇 你看它的生菜多美啊 我跟你講東西好不好吃 首先第一個就是視覺 它的視覺非常厲害 它生菜然後番茄一大塊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以及牛肉 中間這一層是香菇 咬下去的時候你 首先第一個感受到不是牛肉的味道 是中間那個香菇咬下去出汁的味道 好吃耶 都是香菇的甜味 嗯 我到現在還沒有咬到上面的麵包 而且它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是 很多漢堡它不是以醬取勝嗎 可是它是完全以炸物取勝 甚至於它牛肉跟它的那個蘑菇還有起司的味道 所以你沒有什麼感受到它上面其實有擠醬料的那個味道 好 我覺得這一個把我非常挑人 因為它的香菇味非常的重 就是你已經感受不到牛肉它本人了 哈囉 看這個我會喜歡 好吃我喜歡 你們吃吃看 欸你其實真的很大餐 馬上就斷掉了 味道如何 好吃對不對 對 它那個香菇超甜的 我來幫Cherry做紀錄 這個就是冰眩縫 欸有啦 剛剛它的那個 它剛剛上面那一層其實有點融化 可是其實我也沒有等很久才喝它耶 下面現在這一層都是很硬的那種nice 就是真的是比較濃郁的感覺 吸不太起來的那種 接下來呢來吃哪一個呢 這實在太難決定了 因為看起來都有點厲害 先吃這個好了 我今天點的四種堡有一款是素食 就裡面是炸蘑菇的 應該就是這一個 可能因為剛剛那個實在是太高調 所以現在看這個就覺得 看起來好像有點膽膜低調 然後它一樣也是菜兩片番茄 它還是有幾漢堡醬 等一下我要來咬一口 這一款的炸蘑菇我很喜歡耶 因為它那個是一咬那個汁 就會一直炸出來的那一種 有看到嗎 喔那個 它那個汁真的很驚人耶 我剛剛它以為它外面沒有灑起司 就等於是沒有起司 結果它炸蘑菇的 就是那一塊裡面 然後它其實還放了起司在裡面耶 所以我剛剛擠出來 其實不是它的汁是起司 欸這個細節好多喔 可是我比較喜歡那一個 你要不要再吃一口 它 交換 因為我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有牛肉 會牽絲嗎… 究竟 咬不頓 這個味道是不是比較豐富 這個味道比較豐富 我繼續下一個 如果你們是只有兩三個人來的話 我覺得起司薯甜還是點小份的好了 因為它那個起司醬的味道超濃 會濃到很快就會膩的那一種 除非你們真的很喜歡起司 好 下一個 這一個我就確定它是什麼 這一個是培根的那個包 smoke shake 它上面有培根 然後它這個比較特別就是 它上面有很大一層辣椒 它的辣椒醬超多的耶 欸這不知道到底會不會辣 因為我其實有看網路上的人說 它只是看起來很辣 吃起來其實不會 它這個跟原本經典的包 就是多了煙燻的培根跟這個辣椒 培根有點硬耶 可是它是香的那一種培根 就是你咬了會有培根香的那一種 然後我還沒有吃到辣椒 所以還不知道到底會不會辣 它這個辣椒醬很神秘耶 因為你看它看起來有多紅 可是它吃起來你只有辣椒的那個香味 完全不會辣 見鬼了 不過這一款比起來我還是比較喜歡 剛剛有蘑菇跟牛肉的那一個 它是我目前的心目中的第一名 這一款對我來說就普通的一點 可是它的牛肉還是很厲害 因為我到現在吃了三個 我覺得每一片的牛肉咬下去 都是有肉汁的那一種 要交換嗎 吃吃看 它完全不會辣耶 超神秘的 很奇怪對不對 它有這個辣椒醬 我覺得它這個辣椒醬有一點 豆瓣醬的那種香味 就是它的鹹度也有點像 少了那個豆的味道 我覺得我講得還滿好的 自己默默 最後一個 這個是有牛肉跟蘑菇的 喔有 味道交了 你看它長得有多可怕 結果完全不會辣 這感覺吃了會犧牲 有一點點啊 可是就是 它的辣度比豆瓣醬還要稍微不辣一點 好 接下來是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兩層都是牛肉 然後白色一樣就是兩片番茄起司 牛肉 起司 牛肉 哇 這個起司真的是 這好像模型喔 這真的能吃嗎 旁邊的日本小南小 我在想說這一個應該就是 經典的那個Double Shake Burger 因為只有這一個是兩片牛肉 所以我在想說這一個應該就是Double 怎麼亂猜 因為剛剛講的時候我聽不懂 如果你是肉食性的人 真的很值得點一個 因為它這個牙雀 它那個牛肉的肉汁是直接炸出來 再搭配上起司 可是我會比較喜歡剛剛的那個 有蘑菇的 因為你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口感比較豐富 味道也比較豐富 可是這個的話就是咬下去 就是只有單一的一個口感跟那個味道 可是也是好吃 我覺得以牛肉漢堡的這種 素食連鎖來說 我覺得這個真的算很厲害了 不過這個飽也比一般我們在吃的那種 連鎖素食比較貴一點點 這個吃起來超邪惡 你看這個肉汁閃閃發光的 我知道我的臉很搶眼 但你不要對我的臉嘛 你看這個肉汁 要不要吃一看 對 可是它的肉汁真的還滿厲害的 因為牛肉其實還滿容易煮到很乾的 男生應該滿愛的 可是我還是投模糊一票 你看這 這茄子醬到底是不用錢了 它茄子醬超鹹的耶 就又濃又鹹 今天吃的就是號稱紐約第一名的漢堡 Shake shake 我其實也不知道名字到底有沒有唸對 我想說 嗯好 反正就是Kindle Dome就好了 然後我覺得它的漢堡真的滿厲害 因為它的肉都非常的多汁 但我個人的心目中的第一名是有蘑菇跟牛肉的那一個口味 可是我其實有點不確定它到底是哪一個耶 因為我真的 看不見 然後其他其實我覺得也很好吃 可是我覺得因為我第一個就是吃蘑菇跟牛肉那一個 它真的是太搶戲 就是太厲害了 所以以至於其他吃起來的味道就會覺得 嗯好吃 可是好像沒有這麼的厲害了 你們千萬不要跟我一樣點了兩杯那一杯 因為其實全部都重口味很容易利 所以剛剛一起來的人 他們其實去點了氣泡的飲料比較清爽一點點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了 掰掰 繼續吃 這個男生真的會喜歡耶 這個男生真的會喜歡耶 好可愛喔 這叉子是個魚的嘴巴嗎 還是其實不是 只是我過度 謝謝